我们是第三组 我们要报告的主题是 创造幸福之旅 移工与台湾社会的融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一开卦 国际时事轻松看 我是Ashley 中立为桃园市内著名的移工集散地 然而在台湾人眼中 移工才会贴上许多无名标签 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来宾 来探讨台湾国际移工议题 并思考我们也能做出的小小行动与改变 希望能够协助并改善移工在台遭遇的困境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宾 大家好 我是蓝佩佳 我的作品大多有关于成长化的相关议题 很高兴来到这里 请假 我是来自越南的家务移工 阮瑞佳 来台湾工作一年多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对过多来台的移工而感到担忧的小鱼 嗨 我是小安 我希望台湾人不要带着骑士的眼光 看待移工朋友们 首先我想问一下小鱼 为什么你会那么排斥移工呢 因为我遇到的移工 他们总是大声说话 并有很重的香水味 而且在我的潜意识里 对移工是有反感的 但我其实并不是排斥所有的移工 而是排斥来自东南亚的南美移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东南亚移工的第一印象是 仆人 庸人 觉得他们比我们低等 而且他们也都会从事3D的工作 Dangerous, Difficult and Dirty 不知这个节目能够改变你对移工的看法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搭配 跨国黑姑娘这本书来进行讨论 而我们也非常荣幸 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蓝佳佳来到这里 请来教授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好的,我以灰姑娘来比喻交入移工满迁移城中的复杂与两难 讲述移工面临国家雇主中介剥削的恶性循环 我来访问了移工雇主中介三方 多面上探讨国际移工问题 好的,我们先来谈谈和国际移工相关的制度吧 我在书中提到了台湾亚洲客工制度及台湾移工政策 亚洲客工制度是政府直接介入促进国际迁移 是亚洲迁移体系的主要部分,也是与其他地区最不同之处 没错,商业化是亚洲迁移体系的第二个特征 由于亚洲移工的功力是不断注入新选 劳固对彼此的资讯有限 因此,双方多仰赖仲介公司作为中间人 支付了一定的费用 仲介公司可提供移工各种合法甚至非法的服务 其中亚洲迁移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地主国的严苛规范 由于亚洲地主国普遍有领土有限 人口病毒高及种族同质性藏的特点 对于外来的移民管制普遍从严 台湾的移工政策 南宙硕则是探讨提供台湾移工政策的因素 劳力与教部的短缺 保持独裙现状 资金怀交利益 以及阶级主义的移民偏好 我认为台湾对移工的政策的确有进步 但这位服务法第59条第一项各款提到的移工自由转换雇主权益 仍然对移工不利 我们还面对支付高额仲介费用 遭受雇主压差等种种困境 是啊 我认为若加强普及移工的中文学习 可以降低他们对仲介的依赖度 也防止他们被黑心仲介及雇主欺骗 另外我们应加强调查黑心仲介 让仲介市场更透明 使雇主与移工能在资讯更对等的市场中 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服务 让移工在台湾获得更平等的待遇 刚刚小玉觉得我们移工低等又肮脏 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离乡背景 做你们不想从事的工作 不但时常被雇主压榨 还要接受台湾人闪躲或是嫌恶的眼光 在我们享受移工带来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往往会容易忘记 他们不只是一份劳动力 而是一个人 在探讨移工议题时 我发现其实大多数的台湾人 对于从事这些工作的意愿并不高 代表若没有外籍移工 台湾的底层产业及失能者招容人力需求是不足的 我发现许多妈妈在听过家务移工时会遇到许多问题 像是婆婆对移工的看法 丈夫和女性移工的关系 以及妈妈和婆婆在家中的地位被取代等 除此之外 家务移工在家中也会遇到许多冲突 像是家务移工对长辈不礼貌 或是不主要在移工的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被磨合调整的 我阿姨家的移工他们居然还想请假外出 他们不是应该全年无休的为我们工作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吗 许多人对外籍移工照顾者的认知 像是买全职佣人的概念 实际上却剥夺了对于人性时间空间的基本尊重 而且家庭房屋与家庭帮佣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家庭房屋仅需照顾特定被照顾者 而家庭帮佣则需负责全家家室 家庭帮户工与家庭帮佣属于不同的工作类型 若雇主要求家务移工从事许可范围以外的工作 是可以进行罚款的 我们何不用加心比心取代批评与歧视呢 移工和我们一样 都会生在地球上的人 人跟人之间不应该分高低 人人都是平等的 听了你们的说明彻底颠覆了我对移工的刻板印象 仔细想想其实他们来到台湾 不只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时光 还揽下了那些台湾人不愿意做的 所谓肮脏危险辛苦的工作 月娇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移工全面的情况下 就以个人的看法去看待你们 我以后不会再用嫌恶的眼光去看待移工朋友了 太棒了 希望其他骑士移工的社会大众也能有像你一样的想法 许多人常会在不了解移工的情况下 就对他们产生刻板印象 但只要只在了解他们后 就会发现移工是还蛮小 就是台湾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错 我看过玉德新闻报导 经营电子苗栗竹南厂爆发了新外肺炎群聚感染 单线现场在事后宣布全线移工禁止外出 并表示由宿舍管理人员及仲介公司负责采买生活用品及上下班接受 若有移工被查到在外闲晃 就会开罚企业组与仲介公司 台湾自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后 只要出现移工确准案例 在社群媒体上并会充满歧视性的言论 现在疫情正是远 雇主派我们出去会把病毒带回家 就限制我们的人生自由 不让我们出门 但同样的情况下 移工与台湾大众遭受的对待 且有着天壤之别 是的 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必须意识到并解决的 经研究新加坡就和台湾不一样 他们一开始采取的措施 是限制移工的自由 并将他们集中在大宿舍中 在里面设置医疗站 若发现确诊 便及时分流轻重症患者 也将每位移工的生活空间扩大 新加坡对待整件事情 是将疫情视为全体公共卫生问题 并不会出现类似 台湾雇主及重界互相推卸责任的状况 台湾一样下达了移工禁足令 但是在禁足后却没有完善的配套 监视器更是无时无刻的监视着移工的一举一动 移工确诊后 雇主甚至会私下诱骗移工签署违法切结书 如果在下班或放假时外出 还得承担乃医后的一切医疗支出 这样对比起来 新加坡对待整件事的态度 与采取的措施都比台湾好很多 我找到了几个推广东南亚文化的友善团体 第一个是1095 他们致力于搭建台湾人及外籍人士的高通平台 建立更多人的文化认知及丰富国人的国际观 第二个是宜人 他们报导的对象是从他国移动到台湾 并为台湾社会奉献青春随人的移工及新住民族群 我之前还读过一本书 书名叫做跨界的幸福 书中主要叙述对象为新住民 借由故事显示出尊重文化的重要性 让大众能探讨偏见其事的社会议题 之前我同学建议我可以去参加社区里 中平路故事馆的东南亚系列互动讲座 从移工桌游到移工和新住民讲师的互动座谈 这些都能让我们深入社区了解在地新住民 及移工在台的真实困境 我建议在学校举办的科学人员会中 推广东南亚零食 而正南的金银就可以用来举办多人跨州 及聘请讲师 之前我和小安策划在圣上 同类移工在台湾组织 透过访台我们得知 多数需要帮助的移工 都是以怀孕营党漫漫 以及商品营党居多 而他们普遍遇到的问题 都是受到雇主压榨 或是金钱方面的问题 以下是他们和我们分享的真实案例 几个怀孕的移工妈妈来到台湾 她半夜早产 当房东带她赶到最近的长根医院时才发现 因为疫情长根已经奉愿了 又急忙送到桃园医院 却因语言合合无法顺利进入 幸好最后团队的翻译人员 赶到现场进行沟通 来顺利进入医院生产 这个经验让他们了解到了翻译人员的重要性 透过访谈我们还得知 移工在台湾经常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 因此我们决定 将这次在科学运游会所占到的全全出 帮助他们解放经费不足的问题 许多女性移工常因怀孕而卸入失业 不当解聘或是无法负担医药费等困境中 失业的他们如果没有及时找到团体求助 最后很可能为了生计而被迫逃逃打黑工 也将因失去合法身份 而无法回到台湾合法的看护工 以及抢工的屏幕管道中 被迫去做其他更剥削的工作 我建议大家未来可以做的事 甚至是在午餐时间播放相关影片 也可以去访问那些在补校上课的移工 是否遇到困难 还能多加推广那些帮助移工的 工男家友善团体 这样做不只能让大家 透过这些相关影片、议题、活动等 更加了解热心默默在台湾 为我们付出的移工 也能让我们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移工 移工来台会有语言格和习惯不同 而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 和雇主无法沟通而造成误会 可能因为雇主限制我们的人生自由 或是超过原定工作时间 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等原因 导致我们在台湾人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拉远了移工与台湾人的距离 我们应该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移工 不含有偏见及歧视 多去了解他们 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 让他们与我们相处的更融洽 没错 从校园做起 掙脱边界的枷锁 用爱拥抱外籍移工 让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见一个对移工 对于多元文化更友善更美丽的台湾社会 用小小的想法做出小小的行动 进而造成大大的改变 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 能够让此刻本来观看影片的你 大家了解 并尊重移工朋友们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 订阅 加分享 也欢迎追踪我在Facebook的粉丝专页 我记忆开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留给他们的就是无限 让我们用无限的爱 拥抱新台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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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